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意大利的瑞丽 今天在永河边参加一个活动叫 千年永河 全旅行 今天来体验汉州的永河的文化 走吧 这个要保护 好 那我们就这个 这个是宋志的法官 哦 今天我可以带他吗 对 可以 然后你还有那个脸上还贴金珠嘛 这非常流行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是宋代的潮州嘛 就是杭州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杭州也有自己的蘸花 就因为现在群普蘸花不是全国都有嘛 但是我们杭州的特地的蘸花就是宋志蘸花 对 好 感觉怎么样 可以看一下 好看 走走走 去运河人家 走走走走 感觉怎么样 很好看 很好看 回到宋朝了 来 给我拍一张 我们坐到了工程球 不要把你们看 从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 这是古代和显代的妄美结合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永和人家就是乌利人秘书馆 那我们进去吧 我看你这个花太漂亮了 我看你这个花太漂亮了 是你们花的吗 这是我父亲画的 我父亲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来画一座城市一条河 上面这部作品是在2014年6月22号的时候见证大雨和声音成功的 这部作品你过两天就刚好是他的十周年的生日 我们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数字场景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好 然后当这个作品的这个传织人物都到了跟这幅作品一模一样的景色 然后他就开始360度的转体 然后可以更加多维度的感受我们这个江南的这个过去的在十年前的这个运河景色 哇 也是一种酸酸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式 对对对对 可以有一种新的表现方式 对 你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民俗画 有有有 我并刚好在楼上 我非常热爱我自己的家乡 因为我的家乡是天堂城市 对 那各位今天可以让我感受一下您冰石画的画吗 可以可以 你画过没有 没画过 没画过 你知道怎样拿毛病吗 不会 不知道 我告诉你怎么拿毛病好吗 好 首先是两个手指头抓住这个边 我是做片子可以吧 可以 对 十字和这两个手指抓这个边 好 然后这个这个中枝往里勾 首先要知道这个用边 我先把这个在中间的位置上面 画一画一横 这样一横 你也可以这样照着样子开我 不要踏了太长 对 然后这边要斜的因为它是桥 好 要对着它 那这一笔画下去 啊 也要斜的 斜的 对它呢 到这里 就画到这个里面 啊 对很聪明 这是意大利的 对 光丞桥的文化 对 光丞桥的文化 你带回家 好 谢谢 让我爸爸妈妈还有意大利朋友感受一下中国的大用户文化 哈哈 好了好了我们往前走 这一家的话是第二个用户人家 他们就是三代人一直在生活在大用户这边了 然后我们要不进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走 走吧 Hello Hello 我从小这长大 然后呢自己创业和生活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搬了几次家都没有搬开过运河 就一直在这了 一直在这了 我女儿也特别喜欢这里 然后来这呢我想请你品尝一个我们杭州的 我从小和他吃到大的一个杭州传统小吃 什么 小馄饨 我喜欢吃 我们杭州人小时候都吃小馄饨 还可以吃一锅 对 那么我们自己体验一下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走走走 对你就反过来窝一下也可以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更小就一抓 一抓 就皮很包包的 对 对 你可以放这儿再感觉一下 当然自己包的是尝一尝味道 好 现在生活在永和边的小朋友都了解大永和的文化 通过他们的方式去了解 很棒了小朋友 其实这样的话是一代一代抓下去的 对 他因为我经常来这儿嘛 他有些时候也跟着我过来 对 你好杭州 其实大永和呢就是历史很长 其实大永和呢就是历史很长 当年是从北京到杭州历史很幼迹的也很长 这一路啊从北京到杭州其实 但是嗯 养活了不少的人 也展示了很多文化 就是当年的马克波罗 就是我们国家的 意大利的马克波罗来到这里 到现在我感觉有无数个马克波罗 来到中国这个变徒地了解中国文化 我感觉真的很棒 看到这么多外国朋友也通过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这种呢就是给大家看中国的这种方式 嗯 让更多的外国朋友就是想来中国 这个我感觉就是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儿子 我们一起 nets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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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dictionary 商计分构 这边 intuitive 我们有一个企業 Nummer 你们יכ